酒驾撞瘫研究生 母退休 專心雇兒 深深親吻兒子的臉頰 小豪媽媽相信 有一天兒子會醒來 那我是覺得我還是會給他走下去 希望他能好起來 今年30歲的小豪 兩年前在學校附近 遭酒驾男子撞飛 雖撿回一命 卻成了植物人 由單親媽媽 一手辛苦帶大的他 原本就讀大業大學 資訊會計研究所 即將要完成碩士學業 正準備以後可以賺錢 當媽媽過好日子 沒想到卻成了酒驾的受害者 媽媽曾請來看護照顧小豪 但仍放心不下 於是提早退休 全心照顧小豪 就一直希望他好啊 就覺得他應該會起來啊 昨天是小豪的生日 也是母難日 也只能由媽媽捧著蛋糕 幫小豪慶生 小豪媽媽表示 希望兒子 是最後一位酒驾造勢的受害者 這種事情不要再有人有 因為其實別人的喝酒造勢 我們一輩子的痛耶 真的我跟他無緣無故 我兒子只是站在路邊而已 在母親節前夕 他也期待兒子能醒來 就是最好的母親節領悟 動新聞小豪加油 報道